先介绍一下什么是Power BI Google搜索引擎我就直接输入 POWER BI 好 当我今天输入了这个Power BI 它第一个就出现 微软官方网上的产品介绍 Power BI的logo 你可以发现它就是直条图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像型的 或者是视觉化的一个直条图 上来就是右边它放了很多的 视觉化图表推理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知道的瀑布图 还有像竖形图 当然最常用的横条图 横条图就是直条图转的方向 这简单说就是很多统计图表 所以视觉化Power BI这套软体 最重要的十个字 第一个就是视觉化 资料视觉化 就是把资料变成统计图表 这就叫资料视觉化 互动式报表 这五个字 什么叫互动式呢 好 互动式的意思就是说 报表跟报表之间它可以互动 那我们那么多的统计的图表 去点某一张横条图上面的一个项目 然后其他的所有图表 都跟着产生联动的变化 这就是互动式爆料 Power BI软体怎么下载呢 很简单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就直接到Google搜寻引擎 Power BI下载 当我们点选Power BI下载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看到下载Power BI工具和应用程式 点下去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往下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有好多软体 像例如说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 桌机板在这里 就是Microsoft的Power BI桌机 desktop 然后点选这个下载 就可以进行软体的下载了 好 那当我点选这个下载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出现一堆的一些 就是其他的说明 决定来说它会希望要求你先进行一个注册 成为它的会员 好 我会教你 我会另外教你一个方式 就是用这个进阶下载选项 然后接下来稍微拉下来一点点 请这边 其实Seline Language这边 请选择这个Chinese Traditional 就是本体中文 当你选择好版本的时候 它把整个界面都换成是本体中文版的 这个时候你就点这个下载 下载里面有两种不同的选项 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这个是32位元 我们作业系统有32位元 有64位元 有看到这64吗 你就只要勾这64位元 然后进行所谓的Next下载 下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套软体下载下来 所以这边我就点选下一步 下一步完毕之后呢 它就开始进行所谓的一个软体的下载 所以我现在呢 我就直接把刚刚这个下载好的程式 快速点两下 因为它在安装的时候 它会自动检测 如果你已经有Power BI这套软体 它就直接把你移除掉 然后点选是 然后你们就做这些事情了 这样子就是 等一下会跑出来下一步 那个可以按的按钮 你就点下一步下一步 然后就把它给做完 这样是不是就软体就下载 安装好了 好 那我接下来就逐步的来去完成这件事 然后我接受下一步 下一步安装 好 如果你不跟进会有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然后接下来这个视窗 这个视窗 其实画面 你看如果你想要知道新增功能在这里 这是超连结 你可以点 然后接下来Power BI的部落格 还有论坛 这里面都有很多人 你可以直接提问 一定会有人来回应你 但是 但是你要问的是英文 你不用担心 直接到Google翻译里面 直接输入中文 它就可以帮你翻成英文 我觉得它那边一直都在不断的提升 好 我们就直接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 这边它不死心 还是希望说 你如果可以登入的话 你可以去做共同作业 即共用 共同作业 这样共用 共同作业即共用 就先暂时关掉 接下来就赶快去下载我们的范例 然后把范例叫进来 第一件事情 你要打开Chrome浏览器 可以吗 所以第一件事情麻烦请点这个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当然我给你是一个网址 所以呢 你就直接在这网址这个地方 输入 HTTPS 冒号写线写线 GOO.GL 实现YTZ 请注意 这个R一定要大写 最后的 那个T也要大写 我现在要请你们点的是这个 最后边 范例下载 点 好 请你们如果没有登入的时候 你就游标移到这个左上角 有看到吗 下载的图示 就点这下载图示 那如果你 已经登入了 那你就必须要用滑鼠右键 进行下载 那就在做这件事 那重点是 你下载完那个CSV档 然后 然后我们现在 是不是要用POW VI去打开 请打开 在这边 取得资料 所以第三个动作 请点其他 第四 请点档案 第五 请点资料夹 你有看到吗 这个连接 第六个动作 请点连接 那接下来 第七个动作 请点浏览 请点浏览 去找 找什么 找 羊毛 你是不是在下载那边挤压 说 产生一个资料夹 我们的课程是以进口资料为主 好 所以麻烦请你就点这个 本机 下载 进口 可以吗 好 第八个动作 请你找到那个路径 找到资料夹的路径 然后请点确定 然后再点确定 你是不是希望 这这么多个档案 合并起来 对吗 合并 那以前你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 分别打开这些档案 然后全选 然后复制贴到 你这样里面 对不对 好 现在不用了 现在你只要 选合并 并展入 好 请点 合并并展入 然后请注意一件事 他在合并前 他要请你先看一下 他的档案研点 档案研点就是编码 来自网页的 他是用UTF-8 那如果来自本机电脑的 他所使用的是 反体中文 BigFind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看到乱码 你就把它换成 像现在是BigFind 你就把它换成UTF-8 可是如果你没有看到乱码 那你就直接点确定就好了 好 然后点选确定 因为他不是乱码 所以你就直接点确定就好了 如果是乱码 怎么办 就换成另外一种编码模式 你怎么知道说 你的资料 有被叫进来 对不对 我们刚刚做的事情叫做 ETL里面 很重要的 E 也就是Extract 截取 中文叫截取 这件事 好了 截取完毕 你总知道 你成功的把资料 取得进来了 在这里 有看到吗 刚刚是不是缩小的 刚刚是不是长 长这个样子 后来 后来 你是不是 取得 取得资料之后 它是不是长这样子 这就代表 你成功的取得资料了 可以吗 首先 可以点一下这个进口 这个大理这个符号 有看到 好 这就必须要去做资料清理了 因为你怎么就不知道 Color1是什么 Color2是什么 对不对 好 那到底这 为什么发生这种事 等一下会告诉你 再来请你点 左边的资料 现在就可以看到 很多的资料内容了 有看到吗 最主要的重点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看 空值 空值 它变成是这样子的东西 好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等一下你都要去做资料清理 把它给清清理掉 就对了 可以吗 好 只是你稍微知道一下 这就是资料 这长得就像以色列 就对了 好 那我还是要请你们点回来报告 我们第一节课 最后要教你储存档案这件事 储存档案这件事 好 因为我的课程会放那个成品 成品 就是我做的内容 如果你没有跟上 你就去那个成品观摩那边去下载 就是一节课会有放一次 你这样就可以适时的去跟上 这个我的进度 好 所以现在我们先学第一个 就是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我会把它取名 来请点档案 然后你现在因为第一次传 所以你点储存跟另存新档 是一样的画面 请点另存新档 那我一样就放在刚刚那个下载 下载位置 取名叫做进口 分析 然后呢 我我会喜欢压一个日期 2022030 0321 再来就是版本别 好 就是10点半的版本是1 12点的版本是2 依此类推 好点选 存档 2 4 1 4 谢谢大家